在先前的课程中已经学习到 我们吃下的食物啊 会经过长长的消化道 消化道内的消化液 能将大分子养分分解成小分子 方便身体吸收及利用 不过在这么长的消化道中 食物在各个消化器官内 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小数啊十分的好奇 为了解开这个消化之谜 小数啊借来缩小灯 穿上防护罩 趁着狐狸猫吃午餐的时候 准备和食物一同进到消化道内一探究竟 狐狸猫吃了一个牛肉汉堡 于是消化之旅 便从消化道的入口口腔开启 食物一进入口腔就有液体流出来 这就是唾液 口腔中的牙齿能切断与磨碎食物 舌头能够搅拌食物 让食物与唾液混合帮助吞咽 而富含淀粉酶的唾液 在这时候就会将汉堡中的淀粉初步分解 把汉堡咬碎以后 胃液含有能初步分解蛋白质的酵素 也含有盐酸 盐酸不仅能杀死食物中多数的细菌 还可以提供酸性的环境 促进胃里的酵素分解蛋白质 在胃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 小树蛙到达这趟旅程中最长的一站 小长 请你想想看 胃液到了小长 还能够继续作用吗 由于酵素要在特定环境中才能作用 当还没完全分解的食物 从酸性环境的胃 到达碱性环境的小长以后 胃液便无法继续作用 这时小长的消化液 会接手继续分解养分哦 小长的前段 有三种来自不同器官的消化液 包含胰脏分泌的胰液 肠腺分泌的肠液 以及肝脏分泌的胆汁 这三种消化液各有不同的功能 胰液能分解糖类、蛋白质、脂质 肠液则可以分解糖类和蛋白质 而肝脏分泌的胆汁啊 会先储存在胆囊 再借由专属的管道送到小长 胆汁虽然不含酵素 无法直接将大分子的脂质分解成小分子的脂肪酸 但它可以乳化脂质 也就是将脂质打散成小颗粒的脂质 帮助提高脂质分解的速率 到了小长中后段 养分也从大分子分解成方便身体吸收利用的小分子 这些养分与水分便会由小长吸收 这时小叔娃发现 小长的内壁啊 有许多微小像手指一样凸起的构造 请你想一想 这些凸起的构造有什么功能呢 想想看 小长内的脂状凸起有什么功能 A 增加吸收养分的表面积 B 帮助食物和消化液混合 答案是A 小长内壁有许多像手指一样的凸起构造 这些凸起非常微小 必须用显微镜才看得到 称为绒毛 它可以增加吸收的表面积 帮助吸收小分子养分 这些养分在经由血液循环 运送至全身细胞利用或储存 到了这里 养分的分解与吸收 也在小长告一段落啦 剩下无法分解的食物残渣 便会由小长进入大长 大长呢 则会继续吸收矿物质 以及小长没有吸收完的水分 最后将剩余的食物残渣与水分 和部分剥落的消化道细胞细菌 混合形成粪便 经由肛门排出体外 这个过程称为排移 到了这里 也就是这趟消化之旅的终点啦 请你利用刚刚学习到的知识 判断以下叙述何者错误 A 胃液能够分解蛋白质 B 养分大多在大长被吸收 C 小长绒毛 可以增加养分吸收的表面积 D 粪便经由肛门排出体外的过程 称为排移 正确答案是B 课程最后帮你做个小整理 唾腺分泌唾液 会在口腔中分解淀粉 胃腺分泌胃液 能分解蛋白质 肠腺分泌肠液 能分解糖类 蛋白质 胆汁由肝脏分泌 会在小肠乳化之质 胃脏则会分泌1亿 运送至小肠后 能分解糖类 脂质 蛋白质 最后留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胃本身也是由蛋白质组成啊 为什么不会被胃液中的酵素分解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留言在下方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